已经老,没法跟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就特别感觉到自己要出来老,所以我跟可可说,我说,你应该更多的请假不够用谈这个年龄的这一代学者来做文学。 说真的,像我这个年龄,清晖,包括文艺什么的,也马上就起誓了。 这个人是不能够服老的,无论你自己多么不服老,感觉自己身体多么好,你到年龄,总是不来。 所以我说,想过就准备七十岁,马上就不再做什么活动了。 不要吗? 不要吗?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是七十岁的人本来体力、精力都不行。 那边说,一块泡泡,走几个地方,你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一点不感觉累,可是你如果到了七十岁的话,可能他就会感觉累。 还有一个是,人的身体常常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到了哪个年龄,他会出什么问题。 这是不能够考虑的。 所以古人,我们中国的古人,就很自觉,有一些讲究。 就是,人到老了之后,人到老了之后,不到朋友家去做客,包括自己的女儿。 都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起食不留宿。 起食不留宿。 起食就不在朋友家里留宿了。 把食不留餐。 把食不留在别人家里吃饭。 起食就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一旦你出来,一旦你出来,出事他很麻烦。 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儿子的女生边,一旦出事,他都能复杂到责任, 陌生人,有些人,那些是很麻烦。 说什么,那都没法。 所以,我有个家里,其实是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 来到绍兴,当然我想绍兴应该讲一讲误序。 朋友们大概都看到了我们计划当中的那三个题目。 一个是误序,一个是清津,一个是蔡兰培。 这三个人情况很不想懂,各有一些故事,也各有一些值得分析的东西。 今天我们第一讲就是《孙教如训》。 如训科讲的那种态度, 我在延南开大学,给奔科生开的一位宣秀课,就是《孙教如训》。 依次《然谷课诗》上一个学期。 一般是试保词课。 像我们这一个晚上的内容,还不如来一次课,都讲不完那一次课。 我们面对一个如训,我们大概也该讲他的神。 所以每一次我都想,也该讲什么。 我的想法是,尽量地讲一些朋友们在教科书里面,在主流出版物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而且,不是那些刮八卦。 比方说,香港中文大学,就一个教师讲《孙教如训》。 每一个学期,也有学生文,讲一期课。 他讲的全是《孙教如训》和他的女人们。 那样的故事讲,讲出来其实也均均有本。 可是,我也不想传奇的那样的故事。 尽管里面有一些,可能会很有意思。 比方说,《孙教如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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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当时,他当时第一是想要许训训,还是想要许显苏。 难道,我讲,还是不把重点放在那样的路上。 所以,这一层就想出来了一个题目。 《孙教如训》。 《孙教如训》。 《孙教如馨》。 我想这个话题代表更光泛的 объясinio。 朋友们都知道 尽管人们常常说 英雄不稳处处 但事实上 英雄都有处处 英雄都有来路 当然不光是英雄有来路有处处 大流氓 大强盗 这些恶魔 他一都有处处 一都有来路 都是某种环境 某种文化培养了来路的人 而人的成长 这个具体的环境 应该说首先就是家庭 孩子最先受到的熏陶 是家庭 所以从这个方面说 上帝真的不是很公平 并且一出生就出生在这样的一种美化环境当中 并且一出生就出生在那样的一种美化环境当中 这种不同的文化环境 就像不同的经济环境一样 就像不同的经济环境一样 它是身上的治愈着一个人的发展 在修身的决定着 这个孩子将来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就像 一个人出生在一个高官家里 和出生在一个富商家里 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里 它不一样 是一个道理 出生在一个好的文化环境里头 一个优越的文化环境里头 和出生在一个 从父母到兄弟子 每一家人都还是那么野蛮 那么愚昧 对南亚的环境拿出 这个后来的差别是很大的 从这个角度说 鲁兴应该说很信任 他出生在一个应该说 在中国来算第一流的家庭 他的家庭出生是一流的 如果说有什么文化贵族 有什么精神贵族的话 鲁兴 是真正的出生贵族 包括后来 我们从鲁兴身上能够看到的那种贵族气 那不是在一般家庭里能够培养起来的 那种贵族气 包括那种居高临下地看这个民族 居高临下地看这个国家 看到身边的人原来都是阿Q那个模样的 都是相当少那个模样的 这没有一种贵族的眼光 是很难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的 这些东西 应该说都得益于他的家庭 说得不是你的家庭 我在这里播放稍微展开一点 因为从1949年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 要建立自己的一争套的意识心态 要进行这个意识心态的教育 所以 创建了很多新的学科 包括中国现代政治学 中国现代经济学 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 凡是在现代的东西 都要管制历史现代的教育 卢勤是个作家 要放到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去讲 那么怎么讲的 1949年之后的学校教育 一个很大的任务 就是完成他的那种这种目标 你比方说 咱们在这里可能也有大学的中文系 也有不同的学科文科的系业的 1952年有一个系科调整 大家都知道 北京大学也好 天化大学也好 那些著名的大学 本来有一些很强的修科 后来就给他调整调了 把这个调到那个大学去 把那些教授调到这个大学去 那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种目标 我在这里 光讲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点小知识 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给下了一个定义 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与大众的本体本封建的位置 这个定义和对无私的定义一样 可能不少朋友熟悉 本无私 你现在去查查这点 一查 无私运动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与大众的 彻底反比反封建的 人与大众的 人与大众的 这就是一个要点 那时候 全国的现代文学专业 刚刚建立 所有的有中文系的大学 都要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师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师的老师 最好是年轻的 思想进步的 就这样选拔教师来 政治上可靠的教师来讲中国现代文学 不像讲古代文学 讲李白 讲杜徒 讲那些 政治上不用这么高的要求 讲现代文学 讲文学 讲古墨洛 等需要政治进步 这样选拔教师来租成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师 还必须到北京去接受培训 全国的现代文学教研师 全国的现代文学教研师 最终到北京 由北京大学的王瑶 等那么几个红色的教授来讲 来告诉全国的这些 刚刚要教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这些老师 怎么来上证课 其中也有当时在南开大学当中文学主任的李和林 王瑶 李和林 这两个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 这个修课的朋友大概也都知道 他两个还是中国最早的博士大师 而且文革结束之后恢复招博士生 全国顿先有了三个老师 在现代文学课的一所三大老师都知道 王瑶 李和林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唐桃 王瑶那是陈琳的老师 求学院的老师 唐桃是汪辉的老师 这都是这三大老师最先培养了我的第一批 在现代文学课的老师 而在中国人的时候 就是由王瑶 李和林等这几个人 来给传国的教师上课 教给他们 教中国现代文学课 这几个人 可是说起来我这一说 这一说就说出来 越说越多 可是当时在给全国的教师江客的李和林 一件事怎么也都不明白 他说 五四运动怎么是无产阶级运导的 中国新文学怎么是无产阶级运导的 这个最先研究中国新文学的 最先研究文学的 他就能不明白 那个领导的无产阶级在哪里 谁是无产阶级 因为找不到的 定确了 可是那时候就是不跟你讲这样的道理 你比方说 讲到奴迅 必须讲奴迅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技术 最终要讲奴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个共产主义者 可是凡是如泄如训的人 就像李和林那样的 凡是熟读了如训著作的人 了解如训生平的人 都给他找不到这种身份 他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技术 他是无产阶级吗 他从无产阶级有多远 开始就在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开始 于是就有了一个办法 比方说 讲到奴迅 一定不能讲奴迅家庭的货 一定不能讲他的负 只能说奴迅多么穷 比方说 到南京上学的时候 他的母亲只能给他拔开一半 可是奴迅上南京上的那个学识 不需要花钱的 大清帝国为了培养养母人才 不但付收学费 而且每月给四块大洋的不住 那是以后张定的政策 人家把孩子给洋大了 现在咱们把人家弄来培养培养 为咱们服务 为国家服务 这不公道 必须对人家有补偿 那怎么办 每月给四块大洋 每月给四块大洋 那时候的情况 路士学堂 矿路学院的情况 这个时候 带阿培养兰 他不需要带 何怕那个随士学堂那里的监督 就是他自己家里的监督 他上学 也不是通过考试考到那里去的 是走后门 自己家的监督 就把他招进去了 可是那时候好像有这么一种观念 如果不拔如训说他很穷 如果不拔如训 如果不拔如训 那个家庭的变故 放大开来 就宣传他受的头 好像他就很难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实 他变穷了 他受了很多挫折 在穷的时候 在他受护圣诞的时候 这时候才接触到了劳苦大众 才有了劳苦大众 三恒辈之下 他成长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实 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不穷 他就伟大不了 可是事实有恰恰是这样 那么只要到劳训古居去 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你看劳训古居去过去 从劳训租居 看到劳训古居 甚至 我们再看到劳训在北京的那两套房子 再看到劳训古居 再看到劳训在上海的那两套房子 我想那是什么牌头 我是走到那里 很喜欢去 那些灵人的故居 和灵人的目的去看看 根据我的这种漫长 得出一个介绍 就中国这是灵人当中 家庭最困难 还是不行 我们可以去几席看胡适的故居 胡适总商也是管管人家 他的父亲做的管也不上销 可是我们到几席上庄 一顶胡适那个家 我们就感觉到 这是一个铺铺通通的农村 他虽然能够出来做官的 可是他不是鬼子 他的这个家庭 那种文化迪欲 你能感觉到他很老 他缺少厚度 缺少神度 所以他能够培养出胡适 那样风格的学生 那样风格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样到五烧星来 可以到财阳培故居去看一看 可以在附近的海里 我们去看许多摩的时候 很容易顺便就看了王国伟 我们看了唐的故居 马上就会感觉到 还是一般的小家小伙 他可以有那种灵气 一个家庭的灵秀之气 有时候一定能感觉到的 知道这一家依然有个好孩子 这种学生 这种学生 能被别人感觉到的 可是你知道 他大不了 像王国伟那个故居 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 他真的那种才华等等 最后真的就是那么的格局 难书方行走 四平就是那么回事 学者 学者 他没有更大的格局 我们到徐旭摩古居去 那一下子就感觉到他的妇女 那是一个很强的人 可是他的历史地位 那怎么有啊 你就感觉不到 唯独到徐旭摩古居 我们在方方面面感觉到的都是灵人 现在咱们都住什么楼房的 三十一厅 三十两厅 这种各局的八字 已经不大熟悉 过去中国人对房子的那种美式 但是 融旋家 最老的房子是融旋桌居 那条我们就会看到 那是四井的一套房子 融旋布居是无井的房子 然而现在在罗姓国居 这是罗姓国居的一部分 因为在1919年的时候 罗姓和周德人把它卖了 后来恢复罗姓国居的时候 没有钱多恢复 这个房子的进展 现在我们因为都不住那房子 所以没有很奇怪的感受 我是一直有一个梦想 从恨到这个梦想 能够住一套三进的房子 三进的房子 可是到了七十岁了 还没混上 我知道 你就没希望了 我已经实现了 梦想还是要有的 在北京现在很难 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得经营 一套三进的房子 在郊区经营 你已经多了 你已经钱了 这个人口 那个像农家一个人的那样 进去大门 大门 然后北五正厅 正房 然后左右两乡 还有南五这四面五房子 加上这一个天井 形成了这个结构 这是一进 所以凡是三进 四进那样的房子 那么它外面的大门 然后进门之后 大门 然后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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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大门 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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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宫那是究竟了,还有一套屈服的空庙,孔家,那是究竟了。 别的都是庙的,像泰山的代表,那是究竟了。 在过去,你不用管多么有钱,你不能不敢乱建房子,你不能悦智。 你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你不敢建那么高级的房子。 老百姓也就是住的一进院,两进院,前院后院,三进院住,前院后院,中院。 四进无进,到无进王爷。北京那些王府,都是无进。 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红龙,那个宁国府,龙国府,都是无进的。 如新家,就是无进的。 那个租居是四进,叫故居。 这是无进的。 一般到了无进院住,这个宅子都很宽,不光是很深,它同时也很宽。 最窄的,这个是纠间房子。 纠间,构成这个宽度。 那个到三进,它就已经是纠间构成宽度。 三进是它的身体。 一般这样的宅子,也许我们有个后华园。 如新家的后华园,一般都不叫后华园。 因为在如新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不是华园。 可是咱们都知道,白草园。 那是可以种菜,可以让它长得荒草的那么一个园子。 很大的园子。 其实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后华园。 而且,如新木居,还有一个特点。 和一般的那些房子还不一样。 这就是咱们一般所的一些王府啊,包括哪里的大地主啊? 很富有的呢? 人家他有激进软弱的那个房子。 他那个房子差不多都是新房子。 而如新家的这个,也叫如新古居,这个所谓新台门这么讲。 就是如新古居。 新台门周角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柔房。 它一排一排的房子都不是那么几间平房,而是上下两层。 那个房子都是从前面出来也是一样子,从后面出去也是一样子,上下两层。 像不许结婚的那个房子就是在楼上。 我看到他的这种居住环境。 我觉得一个人从小所经历的那个居住环境。 对人的心灵、内心的一些因素形成,关系很大。 在一个非常窄小的空间里长大的孩子。 和在宽阔的天地里长大的孩子。 在山河里长大的孩子。 在山河里长大的孩子。 和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 他的心灵、对的样子。 在山河里长大的孩子。 这个家庭的富裕。 在经济上,是很宽裕还是很困难。 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 像吴迅这样,可以说从小没有是无穷。 他所经历的贫穷,那就是他的父亲病了。 治病,需要花钱。 去抓药,清一身,需要花钱。 这时候加了没钱。 怎么办呢? 跑当铺。 就是这样,由中国的东西让你天天跑当铺。 你拿着去,就能拿着钱回来。 这不是真正的存在。 这不是真正的存在。 当铺人家最富有的时候,铺人家又建立过。 他们家最富有1万多土地。 1万多土地。 在烧兴这样的地方。 他家里还开了很多。 他家里还开了很多的店铺。 光是当铺,他家就开了十多家。 开了十多家。 还开了好多珠宝店。 开珠宝店,那是需要一千的。 就很富有的人家才能开得起珠宝店。 因为那个成本很高。 一个家庭,它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之后,它还改变不了。 如果按照当代的主流学者们写的那些《鹿迅传》什么时候, 《鹿迅传》那个老城价就没开货了。 本来那么多的地也卖得差不多了。 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个地。 二三十个地。 听说是真的不错。 可是感兴趣的朋友,你去翻译完周祖人的日记。 周祖人每年秋天在干什么? 它是带着家人下去收租子,要收好长时间的租。 最困难的那一段时期,是他父亲病死了。 他的爷爷在杭州坐牢。 他在外面都说。 那个爷爷在杭州坐牢。 这个坐牢,咱们一听说坐牢呢? 那是很苦的一件事。 可是咱们真的面对当时历史的诗迹,又感觉到真的很有意思。 那是怎么坐牢呢? 在杭州坐牢。 在杭州坐牢,还带着他的小牢。 我带着这个小牢。 我管他。 住了他房子,楼下我下。 带着一个男仆,一个女仆。 坐牢的,带着小老婆。 带着一个男仆,带着一个女仆。 有这样坐牢的吗? 就现在,青春监狱他也没有那么好待。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个年代的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地位之后。 他是过得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什么地位呢? 那就是如庆的爷爷周父亲能够达到的那种文化地位。 做得一种那么开心。 这个就是习近视。 这种土食。 官媒做当。 可是它是近视。 是汉里。 有幸出生在汉里的地。 这样的一种家庭。 他是从卡门的六世族 周家是从卢迅的六世族 从举人开始有了公民 也就是卢迅上的八辈那一代 那个之前跟了举人 从那个六世族中了举人之后 这个家庭就不断地有人中举 那个秀才差不多四个男丁就是秀才 公民官多么笨 到最后他也中了秀才 一群一群的举人 卢迅出生的时候周家几十个年 他爷爷是秀才 当了秀才 这就爬到了中国传统的那种帝国的文化的顶层 他是最高的 而且陆续俊遇到的这个爷爷 这个周父亲 又不仅见识一般的爱 不仅是一般的真实 一般的爱 而是很有个性 很有头脑的一个人 简单地说 那个爷爷好像真害苦了 因为他可常作弊 导致周家彻底的衰败下来 当然我们如果回顾那个细节的话 大概也不奇怪 他是汉帝 他最终盼着自己的儿子 他自己也能够终取人重近视点汗里 而且最好是能更壮业 而且直到晚年 临时也没放弃 不愿意放弃那个希望 希望如迅 能够重近视点汗里 他曾经非常自豪地说 他希望将来周家的门上挂一块碟 租孙属子汗里门里 租孙属子都是汗里 这样的一个汗里 希望他的儿子是汗里 孙子还是汗里 这个一半一半都处于帝国唯一化的定层 可是没想到 那么一下 没做好 其实科长作弊 算不了什么 那个时候也是四公年万年 那个如迅的父亲 种了秀才多年了 可是去考举人 一次又一次 就是考上 这怎么办 他父亲当然着急 他父亲是近视汗里 这个儿子老是连举人也中不了 谁能不着急 这个做父亲也都忘自成容 这一年正好空桥 他的同门 他的同年 那个时候 同一年中了近视的 就都是同年 比现在的同学 还要亲 还要近 他的同年 到浙江来 做浙江乡市的 他打听到消息 那个浙江的船 已经到了苏州 很快就到了浙江了 一旦他到了浙江来之后 尽管他们是童年 老朋友 他也见不到 你就不能见了 所以必须去接住他的船 在苏州 接住他的船 去见见他 请他帮忙 于是他写上一封信 徐诺 扮成了给他 一万两百银 这个兴贿的手笔 也够大的 一万两百银 给我扮起来 其实那个办法也很简单 那时候就是 无非是 这个考生在那个卷子上 搭卷的时候 就特别写 写到几个字 从那个卷子上 拿几个字 到他月卷的时候 找到那张卷子 给他一个高分 现在咱们考研究生 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大概全国各地都有 你想找到那个考生的卷子 那他就需要在 打卷的时候 做点手脚 给你留下点记号 你才能够找到 可是结果 他带这个家人去 招到了他这个童年 可是这个家人去 先去送信 然后他来到一件 这个信送去 一万两个银票 可是没想到 主考和副主考 同时都在传向 两个人在说话 那么这位主考 只好装子没事的 把信解过来 然后一能继续和主考 那个副主考说话 可是这个家人 他又承担不了 一万两百银 这个真的小 他等了半天 这主考没有反应 他喊起来了 你看看那个信里面 什么的 你得 我怎么回去 怎么交代 这么一喊出来 这主考马上装作 大功无私的 马上把这个信 同时拆开 再给副主考看 一看是这个 马上报告江苏巡抚 那你找江苏巡抚 就出大事 也是就这样 陆行的爷爷 就因为和尚作弊 被抓起来 最后谁判 判那个 战监后 那是大清时候 特别有这种想法 跟现在的 私环 差不多 可是 跟现在的私环 又不一样 现在的私环 一般都死不了 你不用管 判了私环 一般死不了 判私环就是 不准备想的 可是那时候不行 那时候判私环 到了秋天的时候 到了秋天处决犯人的时候 刑部就会把一个 很长很长的名册 送到皇帝那里去 由皇帝那个猪笔 带上去 画 画到哪一个就杀哪一个 所以周家每年就要 到了秋天就要打点 要花很多钱才到北京去 要收买新户那些人 要让那些能锁上化的 能帮上忙的人都去帮忙 但来陆行的年员最后 卖一死掉 卖一被杀 而且最后还真是 又是他的童年帮了他的忙 被放了 这个陆行 从日本游学回来之前 那两年 他放了 为什么放了 本来放不着他 可是因为有老同学在里面 帮忙 他就能够通事了 那是因为 北京闹一和团 就在一和团闹得很严重的时候 监狱里的犯人都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在自己太后和光绪皇帝 都逃跑 去了西安的时候 那个北京没得管了 监狱里的犯人 也抓住这个机会 都跑了 可是到了谈判完了 太平下来 没事了的时候 很多犯人 主动地有跑回监狱去 因为他的兴器还没满 他有主动地跑回监狱去 偷腕子手 继继续做他的建议 最后 几个大臣就上奏皇帝 说这样的犯人还是很有道德的 很好的 应该怎么办 皇帝 对于这个结果 一下子 遗到恩质 全都放 全都是护罪事 因为就他们在这个乱子过去之后 能够主动地回来这个表现就可以放过去 连罪了 陆逊的爷爷是在杭州做的建议 不是在美建议 可是就在释放那些犯人那个名单 长长的名单里头 他的朋友就把他的名单给添进去了 特别纵明 特别纵明 天敬堂的名字去 然后这个爷爷应该放了 那么说到陆逊的爷爷 这的确是一个黑由独到见地的一个问题 有才有格性 我们在吴迅身上看到的好多特点 都是在他爷爷身上的那种傲气 那种喜欢一个人就是很喜欢 不喜欢一个人就是等也喜欢不起来 那就是跟你别扭到底 还有那种抗上 就在监狱里的时候 还可以天天骂太后 骂皇帝 有这个胆量 能够骂太后 骂皇帝 可是不得罪他 没事 绝对不骂那些看监狱 下层人 那些人 在他眼里 那是一些很可怜的下层人 他们是在争饭吃 可是那些下层人得罪了他 那可以了解 可以抽下这个门关子 那时候那个木头门 有一个木头关上 可以抽下来拿那个东西 打监狱里的看守 追着监狱里的看守打 监狱里的看守不敢打他 他那个身份 那个时候是没人敢打他 这个大清帝国那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很不合理 还有些东西也挺有意思 你比方说 你只要种了秀才 但是 现官就没有权力 像对待普通老百姓那样 躲上大堂 就给你四十大盘 没权力 现官 咦 搁板子也不敢打 只要秀才 他就不敢打 这附近是汉里 谁敢打他 所以他坐监狱 能够坐得那么舒服 能够带着小老婆 带着男佣人 带着女佣人 那么坐在这儿 尤其是他这么一个家庭内场 就是他最参的时候 这个家最不周运的时候 那么他的爷爷还是那个样子 他也是过着那座文化归族的那座山 而他的爷爷又有一种特别的见识 你比方说 在那个年代 孩子开门读书 有些次我不敢用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说入学读书 不对 因为那个年代入学的时候 就中了秀才叫入学 因为刚刚送的孩子去读书 那这是上书吧 而不是入学 入学是考证的秀才是入学的 一般人家的孩子开门读书 读书 先读什么 不少朋友可能都知道 三百千 三字经 白家姓 千字文 先读 认知初心本善 那些 一些基本知识 学到了 然后读 白家姓 是为了学会那些字 然后再读千字文 有内容 可是同时还是主要是学写字 一千字 那一千字不重 没有重复的字 有一千字 有内容的文章 一千字不重复 那个千字文真的也不简单 所以直到现在学书法的人 差不多都要写千字文 了解书法的朋友 大概也知道 最后所有的书法家都写过千字文 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赌三百千 唯独 鲁迅 开盟读书 赌的不是三百千 从鲁迅的会议文章 我们就知道 他赌的建略 建略 是一部缩写本的历史 中国历史 压锁了 压锁在很短的篇幅里面 这就是他爷爷的主意 他爷爷就干预打破这种常规 跟全国的都市人家的情况不一样 不读 大家都读的时候 我们家不读 我们另外找教材 现在咱们 那个朋友甘愈自己在家里给孩子 另外找教材 救不住全国都通用的教材 每几个人都找勇气 他也有了这种勇气 哪来的这种勇气 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因为知道 自己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最高层 我就站在顶层 我可以觉得 考虑怎么做 考虑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 我不需要跟着别人不好 这不是文化自信 也不是一般的见识就能用的 那时候的人家 一般都不让孩子读小说 像《佛罗梦》当中这样的小说 像《西西安纪》等那样的剧本 这个《牡丹庭》等那样的剧本 那时候一般家庭都不懂 而且越是不自信的家庭 对孩子抓得越紧 管得越严 会给他好多好多的任务 让他有做不完的事 让他的整天 为了完成那些作业 去说话 周数人周作人周见 人兄弟三个从来没受过那种苦 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少人 人家就是没受过那种苦 兄弟三个都没有苦度的这种经历 因为家里对他们的学习 从来就没有演养求 我们如果按照现在咱们一般的教育观念去说的话 鲁迅史书一开始就输在气泡线上了 那个刚入学 他就输在气泡线上了 谁是迎在了气泡线上的 朋友们也知道 任气泡线上的 12岁就中了修材 17岁就中了修材 这才是成功者 像蔡俄将军那样的 也是12岁就中了修材 可是鲁迅12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在白草原整天的胡闹玩 捉取就玩各种昆虫 那个时间和经历根本没有用到学习上的 我们从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给他找的三个老师 也可以看到他的爷爷和父亲根本就没想要让他好好学习 因为他三个老师都是不称职的老师 如今12岁之前没离开白草原 他都是一直在自己家里 上了三个书房 这三个书房 这三个先生 都是他的爷爷 两个 熟族夫 一个佛族夫 两个比他爷爷小 一个比他爷爷大 都当过他的老师 可是我们看 这三个老师没有一个好人 就是胡闹 有的是在 可是他是乱家 而更多的 就是这条红头玩 不能叫他什么 看着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 把孩子交给那样的先生给看着 也就是给看着孩子 根本没想让那样的先生能教他 做好八股 能够考上秀才 考上举人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从卢族读书的全过程可以看到 开始那种情况 就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 故意的放着孩子玩 那两个不认真的教书先生 看着孩子根本就没去教孩子 但是当他们觉得到了应该好好读书的时候 那就不行 就坚决不再用这三个先生 这三个先生 那个后来那个先生 无论怎么努力的不要线 都不用他 把他送到三位书 送到韶姓最有名的最严厉的教书先生 搜紧武 这时候我们知道 这是周家 要开始培养 到了该培养的时候 他就培养 可是他比人家 像梁七超家里 像菜鹅家里 那是晚了多少年 那个开始 起跑的那一段 他是远远地被拉下来 你这样读书 你怎么读 读上四五年 从七岁读到十二岁 四书没读完 他们都知道 所以四书 那个大学和中荣 只能算是一篇文章 它不是成文章 它不是一本书 那个时候就来 定成一本书 也成了四书之一 大学 四书之二 中文 论语与他一晚起起来 孟子三百 四书中共架起来五晚 可是如此 竟然读了五年没读完 五年是人家连起超 读完了四书又读完五经 然后又学会了些八股文 学会了些诗 然后去考个性 四书才读完四书 十年之蔡格也同样做完了这些的时候 他五年就不是光读完了大学中荣 那个几千字 论语读完了 孟子才读了一小本 也就是三万七千来自 他才读了一万七千来自 每五年都不开始 那后来我们知道 周家 那个放着孩子的时候 是真的是有意的放着孩子 到了想抓紧让孩子读书的时候 就送到三位书去 让一个严厉的先生管他 这时候 就完全变了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周父亲 那样一种自信 他就相信自己的孩子 不笨 只要自己的孩子不笨 便着急 放着他 让他高高兴兴地玩 自由地发展 上墙就上墙 爬树就爬树 掏鸟窝就掏鸟窝 想干什么 干什么 只要不做坏事 那个周家 对孩子的关教 你说言也言 说宽也宽 真的是很有特点 你比方说 在外面跟你打了架 回来 是要追问的 为什么打架 这个家长 首先要能明白的是 是你欺负人家 还是人家欺负你 如果你没得罪人家 人家欺负你的话 那 一言还言 一牙半牙 卢顺 一直到牢 这样的一种态度 别人得罪了他 他总是要一牙半牙 这就是他们那个家 培养出来 是一个家庭 培养出来 可是你不能先欺负人家 如果是你先找了事 错在你 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去 登门 道歉 周家可以逼着他的孩子 这么做 也可以 鼓动着他的孩子 去复仇 周家 这样一个汉领之家 他一点也不讲究 那个无原则的工作 有人欺负老实 他还必须得老下来 跟外面的人是这样 跟自己家里的人也是这样 周座人小的时候 在他自己家的院子里 过一个小门 那个院子里头的那个门 那个小二门 过那个门的时候 他自己家的一个长辈 在那里伸着一条腿 周座人直接跨过来了 没喊他 他打了周座人 那么周座人的奶奶 知道这件事 怎么干的 他马上就出去了 一到一个门那里 就看着那个 他那个长辈过来了 他拦住一个门 等周座人那个长辈过来 他拿着个打烟带 头上就很明显地来上下下 为什么打我 我在这个女儿上不喊 周座人没喊 他那个长辈来了 他奶奶也要这么去给他闹下去 这个一个汉人之家 几代女人都很有格性 都很有意思 有时候他们的行为真的是很不合理 可是他又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周父亲 刚结了婚的时候 他的母亲 那种让他睡不了个暗门觉 在下面天 一两就把他们喊起来 就是不能睡懒觉 结了婚 结了婚也不能养出一个懒虫 有时候很严格 有时候又不严格 那种来自一个大家庭 来自一种贵族之家的那种做法 那种做法 可以说对于卢信影响很大 谁去承招 对于卢信影响了 和卢信影响的那个奶奶 应该说是机奶奶 是后奶奶 那个可 爷爷后来去的那个奶奶 他爷爷出事以后 他爷爷出事儿的时候 那那些压抑 那些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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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一帮的跑得住家来 那么又是要抄家 又是把整个家庭搅得很安宁 这时候那个虽然是个小富人 你看那种海头那里真的很严重 你看那个呀 马上奉扶家人被教 家人马上把雕子收拾好 上车直接到县衙去 到县衙去 到县衙去 找到县衙观 那样的一些细节都透露着一个 在文化上有很高地位的家庭的一种规矩 虽然是一太太这样的一个少奶奶 年龄也不大 可是那种坐上教宗去找县衙观 到了县衙那里一点也不需要低三下四 直接对县衙观发好事领利 不能让县衙到我家去 怎么闹得鸡犬不明 怎么过日子 等等 把县衙狠狠地指纹了一段 县衙就只好马上下院 那些县衙全都从周甲撤过 周甲双子就没有再受那种脚了 那个汉尼老爷本身是那个样子 汉尼老爷找来的这 但是一太太也这个样子 也很有趣 这些东西应该说到了鲁迅那里 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的痕迹 像这个汉尼之家对孩子教育上的那种宽松 是我们看到 鲁迅除了一般的读书人家的孩子读的那些经书之外 他多读了那么多小书 多读了那么多的诈书 首先当地的种种的书他就会都读了 就连怎么找玩具的事 就连怎么去认识椰菜 椰菜图这样的事 他不认识 他还有空去画画 去描图干这些 这的一般家庭都是根本拿不出时间来 不容许孩子去做这些事 而收缴 因为自己的那种文化优越来 就允许孩子去做 允许孩子去玩 甚至允许保姆给孩子买上山海经那样的书 那都是对科举毫无用处的书 这是喜欢 他喜欢那样的书 而且喜欢也间接是因为 喜欢里面有这个图很有意思 可是就是这些 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卢迅后来的影响很大 卢迅的思路 卢迅在为人处事方面的那种封度 都于这个家庭的这种封度 所以他为人处事的封度 就是我在这里只想讲这么几个小时 一个是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卢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那是一个千载难成的大口角 怎么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这一辈子混得怎么样 尝尝与你的机遇有关 不光是你的才能 你是不是有才华 这当然首先是很重要的 给你什么事你都干不了 但是你遇到什么机会也白打 可是你占有本职 没有机遇 你还是没有实战的平台 你还是没有实战的平台 再有本职位 卢迅到日本留学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留日高潮的第一步 那是中国的各所人物 那些优秀的领袖人物 大批的最细的人物 那我们简单的数一数 就可以数少了 亮起潮在里面 张太元 蔡元培也去来来 孙中山 黄兴 汪精卫 胡汉宁 宋教人 等等 这么 一全面 改良派的领袖在哪里 革命派的领袖也在哪里 这时候 这时候 你跟上哪一派 都是后来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 这样的机会 什么时候能碰到 可是 鲁兴 就没把这些人看得眼泪 周家给他的那种傲气 使他根本看不上孙文这样的角色 他后来温渣当中 轻易不去碰孙文 可是我们仔细看 能看不出 他对孙文真的是从开始就不怎么尊敬 孙文在那里 而且成了同盟会的总理 他没有交过同盟会 他从来没去见过孙中山 当然 看不上孙中山的人 当时不光不许 成都秀也没看上孙文 徐锡林也没看上孙文 所以这些人都没加入 鲁兴也没加入 鲁兴和荒兴就住的一个人 他从窗子里就看着荒兴 光着背 穿着拖鞋去洗澡 随时都可以找荒兴 可是荒兴掌管着同盟会 他就没加入荒兴 他就没加入荒兴 他跟汪靖 因为胡汉民后来 国民党那些高层那些人 都没加入荒兴 这种荒兴 从哪里来的 仔细想一想 还就是来自周家 来自周家 这个家庭 从他爷爷到他父亲 身上都有的那种好气 不愿意低三下四去追随哪个人 不愿意低三下四的去替哪个人做麻灾 这是事儿 有点傲骨的人 的确都做不来 而在中国现代 文人当中 如果找谁傲骨最明显的 说真的还是不行 就是低神傲骨 在谁面前也不低头 在教育部工作 虽然是个监视 或者今天的话 也是傅听机的文员 可是对总长就是不看在眼里 总长就拿他没办 总长找了机会 终于把他开除了 总长没有权力开除监视 因为监视是高等为官 是高干 监视是民国时期的高干 监视是民国时期的高干 开除了是不是就服了 当然如果放在现在的话 无论咱们哪一个 你如果在某个部里工作 说部长承报国家主席批准开除了你 你还有什么办法 可是卢勋总不服 不行 打官司 所以他就把总长告诉了法庭 当然这还得收线的归于那个时候的制度 有一个说公道话的地方 法庭 那个官司最后打下来 结果是卢勋赢了 张士钊输了 董长冠一冠的附属 接受宣判 而这个小小的教育部监视 恢复原职 光复原职 回教育部上班 那么有这种低气去跟部长打官司 这除了当时的法律支撑之外 还得有一种 文化上的人格上的一种勇气 你敢和那个顶头上司打官司 在我们放在一般人身上 本身就是存在 所有人存在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这个打输打赢 那倒是另外一种事 在东京的时候 是面对着梁启超等那一帮人 他没有那么铁商去套戒 面对着孙文 黄兴 王精卫等那帮人 也没贴上去套戒 那么后来回来到教育部去做官 又是这份做的 那么再后来呢 晚年在上海 说真的 那时候走路去 是很可怜的 自己的国家丢了 他本来是有国家 他的国家就是中华国 那个无色旗下的共和国 那是他自己参与缔造的一个国家 三家革命推翻满清 终于迎来了那个东方第一个民族共和国 一个民族宪政的国家 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一个新闻自由 以言论自由 等等这样的国家 一个国家族权属于全帝国民的这么一个国家 可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 他没有 因为他那个国家已经亡了 张太炎 他的老师张太炎 替他说出了那么巧 我的国家已经亡了 张太炎自称民国移民 国家亡了 才有移民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好幸亏应该感谢帝国主义 在上海有移民 如旭晚年还能好好地活着 那应该感谢祖劫 没有祖劫的话 哪有如旭晚年的祖劫 因为是外国人的地方 你国民党你不能随便去托人 托人就是按照西方的法律 按照世界公认的那些法律 你通缉他就可以扶他 所以应该说是帝国主义只要保护了鲁迅 那鲁迅有了那么一个万年 当然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有 上海那个租界才能够活下来 才能够继续做那么多的事 可是就在他的晚年 到了1930年 他又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李立山 又一次交往 我们从那次交往 我们又可以看到周甲培养出的子弟 到底能够什么样 在那些大人面前 在那些 掌握的圣伐大权的领袖面面前 是一种什么样子 就是不会被共决心 中共的领袖要来建 建就建 建了 上来就给我布置一些任务 让我写一篇文章公开骂这件事 不 我干不了这事 一个文人 直接回答 我干不了这事 我如果公开那样骂了 我就别想在中国住下去了 回答他 和情和理 我不能公开骂他这事 这个执政党的领袖 你们希望我骂他 可是你想想 我如果骂了他 我还能在这里住吗 还能在这个国家活下去吗 我不能替你妹妹干这个事 那李立山一点反应 就让他拒绝 然后李立山从药里摸出一把手枪 放在桌子上 推到罗兴面前去 罗兴拿去手枪来看看 各种枪罗兴都熟悉 因为罗兴在南京的时候就玩过各种枪 他上次是军校 拿起来看看 好枪 好枪 来后说 可惜我不知道该往哪里打 好枪 然后把手枪推回去 这时候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叫唯一的一次交往 除此之外 他没跟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交往 别的最高领导人也没去拜见过 只有李立山去拜见过他 拜见他当然 首先是求他做件事 写文章罵在这时 被他拒绝 松可怕手枪又被他拒绝 这就是一种傲气 一种风格 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来自哪里 说真的还得归于周家那样的大家族 说真的 如果是世情之家 那种小世人之家 等等 就不用说是世派了 敢不敢这么做 在各堂各派忍修面前 都保持着一种高傲的姿态 这需要一种美化支撑 这需要一种美化支撑 需要来自他爷爷那里的那个自信 那种自己 出于帝国以后最高层的那高傲 这是今天晚上我想说的一点 接下来我还想说的一点是 陆逊家的文化 又是一个很紧张的文化工程 如果单单的去分析他的租赋的话 那是帝国文化最高层 尽是汉林 尽是汉林那样的都数人 一般来说都是把路加经典 弄到观光栏书了 而到了清朝的路加 事实上 也就是理学 因为称诸之后的都数人 学《空梦》的书 都是根据称诸的解释 四书也是诸西极著的那套四书 那是官方本部的经典路门 所有的教材 不是随便哪个文人 去讲解就可以算数 那不算数 你要考举人考近事 那是需要诸西极著的 所以我现在书架上放的四书 还都是诸西极著的 后来那些人 那些本子我都吸引不着 因为那是这个国家在那个年代 发展到顶峰的时候的一种经典的本子 但是如果是一个典型的理学家的话 这样的家庭的话 对孩子不会那么宽松 就从周家对孩子的那种宽松程度 看周富青又不是一个很死板的理学家 这个理学家有一些真的是很死板的 朋友们大概都记得一些故事 包括那种崩溃园 春天这么好的风景 什么花都开了 各种鸟都在叫 那一个孩子 不能从窗子里看外面的这个花园 不能偷溃 这种死板的 路加传人当中信奉 称诸这一套的 大家都知道 曾国藩 曾国藩的那个行为 事实上也够死板的 那么赞美他的那些很好的方面 我们看看都好到不合情绪 就是那么死板 你知道有人说 曾国藩那个人品多么好的 行为多么端正 好到什么程度 来陪着人吃瓜子 这个瓜子却薄一地 别人脚底下都塌乱了 唯独他脚底下 那个瓜子的皮是 满地都是瓜子的皮 但是他一台脚 两个脚乳 很清楚 就是坐在这里都绝对不会动动的 由这种传承的 还有一个 应该说最后一个路架 讲解师 那从早晨起来以后 静坐多少分钟 就是多少分钟 多一分钟也不行 少一分钟也不行 对自己严格的要求 一死不够 你写的日记用得着吗 非得用正开把字写得明尔巴黎的 写那个字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正开人 可能死点 不是那么灵活 可是是正开人 这不清显然没有这个 所以他能让孩子随意地玩 能够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兴趣 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你在家里干什么都行 本来是应该读书的时间 你炸风筝就炸风筝 你跑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去抛群出招蟋蟀 你都可以 再就是周家的女性 又使得周家这个文化更复杂 周家的三个女性 也就是 鲁星的母亲 鲁星的奶奶 鲁星的老奶奶 三代女性都信佛 可是三代女性又都不是典型的佛教徒 他们都是很多佛教徒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圆教旨的那个劲儿 他信佛同时能够接受中国民间的各种传说 各种妖怪 妖魔鬼怪都能接受 在他这里都能够融合 应该说这种文化 对鲁星印象也是很大 对鲁星对周家人印象都很大 对他们后来成为作家 他们那种丰富的想象力 包括 写小说写散文 他那种文才 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不是一个那种很死板的理学家 那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来 周家的 当然我讲的这都是 现在的教科书也好 一般的老师在课堂上也好 他说他不会去讲 这样的事情 应该说鲁星受教育的那个环境 用现在的话说 很明显 不符合唯物主义的那个要求 所以鲁星这样的人 可能说他成了唯物主义者 这也不符合事情 他对众 大概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内心深处的那些微信的东西 来到他家庭的那些熏陶 那些培养 变不了 鲁星出生的时候就很奇怪 鲁星出生的时候就很奇怪 鲁星这边的一个说法是 所以包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胎盘好像是完全真破 出生的时候像配着一个缩一样 在我的老家清州那一代 直到现在 有些人结婚 在面对着乡主要拜天地的那个时候 有时候还要举行一个仪式 就是新娘的活得上可能挂着一个锁 有时候新郎活得上挂着一个锁 就是一根红头绳的红线 拴着一个锁 那个主持婚礼的私仪 一看就知道这是需要开锁的 于是就要特别为他举行一个仪式 念念有词的锁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带什么特别烧烛箱 然后拿个剪子上一个新娘子或者新郎 那个脖子上把他那个绳给他剪断 那个锁一下就掉了地下就完了 这就举行完的仪式 为什么要用那个锁呢 那就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新郎或者这个新娘出生的时候 脖子上套了锁 套了枷锁 那套什么枷锁 一般来说就是膝带 一般来的期待 挂了个脖子上了 这时候这么生出来 这都因为不紧 所以要 这是有锁的 有的什么阎王锁 那就很厉害 要是什么观音锁的 那就不太穷 等等 就要给他一个死亡 像中旭那样 缩一包下来 那当然是打不紧 很危险 这样的孩子很难养活 不知谁那么锁了他 不定哪一天就会把他锁回去 周家养不住 怎么办 按照商行这一代的风俗 那就是 那就是 遇到这个 有这么几种情况 处理 一种是 让这个孩子显得很贱 很不实钱 比方说 给他取名叫猪 叫狗 甚至叫狗肾 这个孩子是狗吃剩下的 那好像现在就没有危险了 当然 这是一般人家 而到了 周家这样的人家 不大可能给孩子 请人家够盛 什么这样的样子 他也超越了 那个比较低俗的那个 那么怎么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让孩子出家 一旦出了家 做了和尚 谁也不再来 什么说 也不要讲 所以鲁迅 从不中意义上说 鲁迅一直到死 都是一个和尚 因为他从来没去 除掉那个圣经 可是当年周家是把他送到和尚庙里去 给他录了圣经的 他成为一个和尚 他的发号是长鲁 他有发号 他有一套和尚的东西 周家就是这么明显 周家就是这么明显 因为自己的长孙出生的时候 那个样子就认为他可能养不活 为了养活呢 那就只有让他做和尚 就好远活了 相信这些 说到周家这种文化 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 那就是周做人出生的时候 周做人出生 周做人出生 又不见本 周家 刚才咱们说过了 无尽大弯 大门 有看门的 有看谁大门的 可是这一天 忽然有 有个老和尚就闯进来了 而且这个老和尚闯进来之后 不奔别的地方 只奔少奶奶放进去了 这还了得吗 有个和尚 叫少奶奶放进去了 然后 就不见了 这个老和尚就进来了 都看到他进来了 谁也没看到他出去 拍家人到处找 整个院子人到处找 也找不到这个老和尚 到底上了哪里去了呢 这时候少奶奶的房里 传出婴儿的哭声 周祖仁出生 所以周祖仁 在好多文章里面 都说到他是一个老和尚专系 他都说自己是个老和尚专系 那个老和尚到他们家投胎去了 当然到了五十年代之后 由于破除迷信等等各种东西的影响 周祖仁又改了说法 说是那是自己家里的一个章本 看画了眼 看是个老和尚 于是就义我传诺 可是在他之前 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相信一个老和尚到他家去了 他是那个老和尚专系 是不是老和尚专系呢 当然谁也说不准 可是这是周家的一种文化 但是周家信 周家认为就是那么文化 周家不仅是大公子 大少爷出生的时候那个样子 大少爷出生的时候那个样子 二少爷出生的时候又有这样的传说 到 鲁迅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又出了一家传 鲁迅的父亲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 周家信 另一家也是个大婚人家的一个小姐 订了婚 可是订了婚 没来的一曲 这位小姐就病死了 死了 然后鲁迅的父亲才找了这个鲁迅的母亲 从屋镇取了他这个父亲 就在鲁迅的父亲病重了要死的时候 也就是鲁迅十三岁的那一年 他父亲已经病得很重 躺在房间里 他在床头上放着一个碗 这个碗是每天 他的妇人 也就是如庆的母亲 都要去给他往那个碗里 倒一点藕子 是如庆的母亲 在亲子献炸的 毛炸在这儿给 如庆的亲和 可是这一天 如庆的父亲 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感觉到 进来那个人 往他那个碗里给他倒了点什么 他以为是他的妻子给他倒了 然后到晚就走了 可是刚走了 刚出去 真的 如庆的母亲进来 来给他往那碗里 他说 你不是刚刚来倒了吗 他说 我什么时候来过 我刚刚找好 马上就来 给你倒了 什么时候来过 他说 我感觉你刚刚倒了 刚出去 因为这个时候 在川家就成了一个 很浪漫 就是谁 直接他往那个碗里倒过东西 而如庆 也就是路庆的母亲 又看那个碗里没有东西 没到的东西 于是川家就纷纷地议论这件事 阿常 录像那个保护 常嘛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阿常《雨山开经》 里面那个阿常 阿常 阿常这时候说话 他就直接说 是那个什么小姐吧 看来少爷的病是好不了的 这保姆 这用人也敢这么说话 在这个家里 然后他就直接说 是那个小姐的话 他们两个订了婚 没完婚 那看来是 那么小姐 还在等着她 来叫她的 又过来 那几天 路庆的父亲就死了 路庆生活在这么个家庭 从老太太到太太 一直到保姆 都是这个样 都是这样的一些 你让路庆成为一个彻底的威用主义者 有条件吗 那很难 那很难 当然 说到这里 咱们不妨多说几句 没有 说到中奖的一些 在那个年代 不光是中奖的一些 可以说 中国所有的家庭 很少有公信 这有知识 有知识 有知识 没有知识 没有关系 有知识 汉林家庭 也是这个样子 不识字的 那个农村人 也这个样子 既然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干脆就 再拿出几个现代文人 看看他们的情况 也就是给路庆家这种文化 粘开一个更大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 严肃 是把科学思想 印到中国来的 应该说第一人 天然论 那样的科学理论 就是他翻译 介绍到中国来 中国人才介绍一下 还有翻译放那么多科学著作 经济学的理论 社会学的理论 翻译那么多 一个把科学思想 带到中国来的 这样的一个大思想家 大翻译家 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严肃很迷信 严肃迷信到什么程度呢 严肃遇到事 你比方说 包括当北京大学校长 这种事 遇到了挫折 你首先该干什么去 按照现代人的思路的话 你去找总统啊 找教育总长去啊 你想想办法 他不是 他是先占博 自己算华 因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 因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 对《易经》都很熟 对《易经》都很熟 所以拿几枪 所以拿几枚 拿几枚铜钱 就可以为自己斩骨一下 看看这个命怎么样 这件事儿 这件事儿 顺利不顺利 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 他信这 然后是他对鬼神等这些东西很信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国外读书 当然学了一肚子的科学思想 对人的生命啊 都有一套科学的解释 他写信 教训他儿子 不要光信那些东西 然后给他儿子讲好过好多的事儿 那些事儿 我很没从别的地方看到过 就从他写给他儿子的信 才看到 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就知道在英国 在巴黎就有那样的事儿 一个照相馆的老板 跟人照相 一对新婚夫妻来照相 一照就是三个人 一照就是三个人 原来这个男的 这个先生不是出风 是死了老婆 又取了个新的 到照相馆来照相 照相就照得成 两个人去照 一照就是三个人 原先的妇女站在后面 严父对这些东西是很信的 他认为就是那样 那可能是这位先生没做好工作 他的那位原妇女 还不能接受他的这位姓夫 所以就来破坏 来干扰 只要他这位先生好好的去做做工作 就能找到这位姓夫 这是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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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另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莲奇超 严父 刚才我就说到了 十二岁中秀才 十七岁中秀才 当时梁家也很荣耀 出了这样的神童 这样的天才 就严父本人来说 也应该说是很荣幸 主考大人一看 这个星科举人 这么有才 虽然个很小 长得实在不算怎么样 可是这么有才 将来前途无量 于是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他 梁奇超的夫人 李慧贤 那是她 中举伦的时候的主考大人的堂位 李慧贤出嫁的时候 带着一个陪嫁丫头 那个汪姑娘 大家都知道 那个年代陪嫁丫头 那是住 那是这个 她的 夫人的娘家给她找下的妻 一定的年头之后 她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你就要收藏了 你就要和她软房了 她就是你的妾 从娘家带来的丫头 做妾 这个夫人一般也比较放心 她无论怎么争风吃醋 她都会害她 所以过去那些 比较好的大夫人家 嫁女儿的时候 都打上这个很漂亮的 黑嫁丫头 那是送给李徐的 给她做妾的 梁奇超是最后一代 在这种生活 可是李徐超有曾经宣扬过一夫一妻 反对一夫多妻子 所以她觉得自己家里有一妻一妻 不是个好听的事 不大好听 所以她一般在外人面前都谈这个汪姑娘 可是这个汪姑娘在她们家 地位太不了了 梁思成她们弟兄几个 叫李慧仙 妈叫汪姑娘梁 这样叫 不同的称呼 一个叫妈 一个叫娘 而遇到事终是这个汪姑娘护着她 梁思成等 对她亲娘 那个感情软软不如对她这个姨娘 但是知道李慧仙很早死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梁家只有这个汪姑娘 梁奇超也只有这一个夫人 那是梁思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身体不好 新新来告诉她父亲身体不好 于是 梁奇超就整天在家里唠叨 跟这个汪姑娘唠叨 梁思成身体不好 病多么严重 家里就成了个不小的事 偏偏在这时候 汪姑娘给梁思成寄了一大包东西 有衣服有什么的 各种东西 被退回来 那个邮局里的人把邮包衣服的退回来 汪姑娘在门口挤着 一看邮包上查误此人 然后退回 一屁股就在那里上 她以为俩得成美了 这时候去告诉梁奇超 梁奇超也忍然还是让她先找太太太就睡了 梁奇先 梁奇超死了三年了 死了三年了 梁家除了什么事都还是找太太 比方说梁奇超感冒了 发烧了 梁奇超不是赶紧包起来送到医院里去 而是找太太 找那个死了的李慧仙 他能解决 能解决不能解决 梁姑娘再去找太太的时候真的找不了来 一遍又一遍就是请不了来 这时候再到书房去找梁奇超 梁奇超说 我忘了跟你说 她说过三年之后她就不回来了 原来李慧仙跟梁奇超说过 三年之后就不回来了 刚死了那三年 只要叫就回来 那么这些东西你说可行不可行 如果一般人写故事 咱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可是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呢 我引用的这个材料 是来自梁奇超 写给他女儿的信 告诉他女儿 今天遇到了这么个事 你王仪 接到死成的包裹 然后怎么就去找你妈 然后她不回来 她父亲有理由编家的故事去骗她的女儿吗 没有这个地方 那么关于梁思成这个问题 其实是真意非常大 因为梁思成活着的时候 曾经跟他身边的人说过 等有了时间我好好地跟你们讲讲 我跟鬼打交道的故事 她说她从小就给鬼打交道 怎么做事 她跟唐朝的哪个女诗人讨论 一讨论就是一页 很多人都不信 可是她在夜里跟那些鬼魂讨论的时候写下来的那些诗 其中有一首 就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她跟康有为贪词同等人后来的命名 很准确 有些人就说那是后来梁思成编的 可是有些人马上就查出了 那个诗被同学们穿抄的时候 那诗在广州 那时候 那个 不须正变那个事还没发生呢 那时候船头开了 那时候人家接着骗神 还没怎么骗 所以有些人就根据这个 人的知识 有些真是咱们这个未知的东西 不敢拍断 像人家抄这样的才子 他的头脑子虽那么好用 到底是他自己在用 还是有别的 什么东西在用 读书 十七岁 读的没有书可读了 什么书都读完了 你怎么读的那么快 你能记住那么多东西 生思路全容 一页写八九千字 这种速度写文章 像当年是毛笔呀 有一句话叫神度 没有另外的一种力量帮忙 真的很难那么快 当然这些东西 在唯物主义这个词度面前 那就好像是没有讨论的 可是我就常常想到这么一个问题 无论是连其超家那种威化 那种情况 还是严肃家那种情况 还是卢旭家那种威化 不便地相信那些 而那种东西存在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又觉得 好奇又不能一改二 因为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 一就是你 二就是你二 这个样子的一个世界 和那个很神秘 让人包不了的那样一个世界 你说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 他是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好 那还是面对那样一个世界好 一切都有清洗大安的世界 和很神秘的世界 探索起来好像无穷无尽的一个世界 这对人的思维 他的发展 到底哪一种更有好处 好 我觉得 那个 留一点神秘的东西 可能对孩子们没有换处 一个人从小接受的就是一个 清清楚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世界 对他的想象力 在培养的可能没有好处 而在这方面 我们过去都是想把入信 打扮成一个唯物追尘 可事实 他又不是 我在和周海燕 带着全国的四十多个教授 编那套入信大成集的时候 我就特别做了一件事 把入信的一篇作品编了进去 过去那是不编进去 是吗 是入信的 寄书神 过年 过年 如今跟着家里的奖备 敬天 烧香 磕头 供那些东西 然后敬祖宗 去一向一样 等把这些敬天敬神敬祖宗的这些仪式 都做完了之后 他自己还有个事 必须做 敬书神 因为他是读书人 读书人不敬书神 怎么能读好书呢 这话大概 练起超越的 现代的人 未必有几个人 你读书 读书你都没给书 磕过头 你没给书烧过香 你读什么书 读书 读书 过年的时候 跟着川家人 敬天敬地 敬神灵 敬祖宗 敬完之后 回到自己武林 给书 烧香 上供敬书神 敬书神的时候 还那么隆重 写一篇 敬书神的记文 宣读了 烧香 然后 烧香 可套 这是意思 若熊是 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他的思维 一切是他的想法 和后来那些努力想把他打扮成唯物主义者的人 大概是不大一样 如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当然都书也不用不着去敬书神 用不着去给苏 少下 可透 好 金凯太太就讲到这儿 哈哈哈哈 谢谢 Haupt Legend 谢谢 优优优独播了